说起芥末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虽然用的地方比较少 但却让亿万中国人景而远之 相信有不少的小伙伴们都被它可爱的外表迷惑了吧 其实芥末的味道一点都不可爱 吃上一口瞬间鼻涕眼泪一大把 那么你知道芥末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其实做芥末的植物有三种 正宗的芥末是用山葵制作而成的 叫做特芥末 用山葵的根和快筋都可以制作出芥末 只需要处理干净 直接磨出来就是芥末的成品 做出来有清香和辛辣的味道 但是由于山葵根价格比较昂贵 做成了芥末酱保持期又非常的短暂 放的时间久了就没有芥末的香气了 所以不被客舰使用 而现在我们常吃的芥末其实就是 新芥末源于欧洲 是用马萝卜制作成的 也叫绿芥末 做好以后就像芽膏一样 虽然闻上去没有什么香味 吃起来却很刺激 和用山葵做出来的芥末是截然相反的 新芥末也是日式料理中最主要的调味品 还有一种芥末是由芥菜的种子研磨而成的 也叫做黄芥末源于中国 做好以后多数用于凉拌菜品 芥末是什么做的就介绍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对薄点在的面袋